現在確定的病例 有本土病例6例 那境外移入有4例 那居住的縣市 台北市3例 新北市 桃園市 及雲林縣各1例 這裡面 大概我想 兩個案例 一個 最主要是雲林縣 雲林縣這案例 那雲林縣已經有 大概兩個月左右 都沒有確診的案例 那今天多了1例 那大家也 我想雲林縣的 縣民也不免有一些擔憂 我們認為這案例 基本上對於地區上面的影響 非常的低 因為它也是3月多 境外移入 那居檢滿 檢查陰性 在台北的時候 家室服務裡面 也都是採陰 然後7月16 到雲林 它轉陰的工作地點 所以那時候也採陰 那這次是因為要陪病 要到醫院去 所以驗出來是陽 陽性經過我們多次的檢驗 大概都是36 38 Igm 是陰性 IgG是陽性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幾乎是沒有一個傳播率 那是一個比較久遠的 也不是在雲林被染到的 這個家人共產免隔板的部分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建議說 中央應該用有沒有施打來區分 像是有打疫苗的就坐一起 然後沒有打疫苗的呢 就要必須繼續維持這種梅花座 可是現在我們這個18歲以下都不能打 小孩子都不能打 那小孩子就一定要跟父母分開來做 我們最主要還是基本上原則還是說能夠讓同宿的親友 那尤其需要是餵食的 能夠就不用可以一起吃了 就不用隔板 那用疫苗來做區隔 恐怕比較難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現場的施打的狀況 他們有說AZ的爽約率大概是8% 那莫德納的爽約率因為他很受歡迎 爽約率不到2% 怎麼看這個高端的 他的預約的狀況 高端他是很特別 他是一劑成型 那他是一劑打一個人 至於說現在是有人特別去等殘劑 但是高端這樣看起來是沒有殘劑 那這些人要怎麼辦 我們並不是以打殘劑為目標 他是單劑型的 他最先大概提供我們大概 在目前在合約上是 1200萬劑是單劑型 那後面的才是多劑型的 所以他不會有像平常這樣子 抽一抽抽到最後有剩下 那是蠻完整的 一方面出錯的機會也會比較小 相對是好的 因為在這段時間23到29這個量 地方施打的量能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有疫苗那有人想要打 那我們就再開 那至於在會不會爽約 大概上到目前大概都是95% 跟我們的資料 就會來施打預約的大概都 大概都5%的一個 就是有預約沒有來打的 並沒有廠牌上的差異 那至於高端會有多少 那我們就等打完就會知道 我們有個消息吧 我們來理解一下 我們的教堂